各位觀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近期最紅的在特區官場裏面 當然不是林鄭 林鄭跌倒手 手掌崩了一塊 就要休假 將處理特首這個位置給了李家超 李家超很低調 一直都沒有出來說話 最紅是誰 最紅當然是PK鄧 鄧扁強 最近23條立法頻頻接受媒體的訪問 接受完訪問後 記者會後又要澄清很多東西 有些東西叫做言多必失 另外潘曉詠案 亦都出來很多解釋很多澄清 最近一次我覺得感覺是戰狼上身 無緣無故把台灣一直都叫台灣 說成是叫中國台灣 說完之後 突然用中國外交部人員的口問 回應媒體的查詢 他在說什麼呢 他說 中國台灣就不可以批評中國台灣做這個政治操弄 為什麼兩年陳同佳都去不了台灣自首 他說政治操弄是不會改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 中國台灣當局 基於政治操弄的原因 不容許陳同佳回台 他知道事件在台灣發生 所有證據都可以台灣找到 只要容許陳同佳回台灣就可以解決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即使做任何政治操弄都不能夠改變這個事實 希望中國台灣當局 拼棄政治操弄 以人性和公義容許陳同佳 去台灣 又呼籲全社會全體齊心 要求中國台灣不要再政治操弄 你做什麼都改變不了台灣就是中國的部分 為什麼要政治操弄 不讓一個很想為自己作出違法責任的人去呢 為什麼要這樣 無緣無故 將這個陳同佳的案 潘曉榮的案 變成一個政治操弄 然後就是 怎樣政治操弄都好 都不能改變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事實 像不像中國外國發言人 什麼爽啊 什麼趙、什麼堅 華大媽那些 這樣的說法 中國外國發言人厲害的地方任何事件都可以 變成 你都不能夠改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事實 他可以去到這個位 這個就是 我覺得 鄧炳強厲害在這裡 為什麼會紅呢 或者 不單是紅那麼簡單 他這個做法或這個說法 上綱上戰這個程度 是否其實 覺得自己是很有機會更上一層樓呢 現在就是這樣 很多 這個官場的傳聞 誰知道 特首林鄭跌倒的原因是什麼 跌倒之後會不會好像 董先生那樣 跟著腳痛就落台 手痛會落台呢 手痛會落台的話 下一屆 有幾個月就 跑馬仔就要明朗了 會不會跟著李家超會上位呢 一路傳 武官治港 做政務司司長 目的就培養他做特首 李家超會上位 鄧炳強會更上一層樓 更上一層樓 可能下一屆就更上一層樓 你怎麼知道 所以現在大家一起要博表演 很多都博表演 我待會講一下另一個博表演 都是維穩部隊 裡面的人 是怎樣博表演化 笑到你 一點都不奇怪 現在陸委會就要回應 台灣陸委會當然在說 有關港部官員 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刻意用中國 台灣來矮化台方 你應該用中華台北 我覺得 用奧運會的成績 去說 台灣 其實是不是名正言順 本會嚴正重申 台灣陸委會 中華民國的主權是主權國家 台灣從來不是中華人民共和 各有部分 港府必須正視事實 對於港府面對 這個 受害者的家屬不但不思協助 竟然有慶智進行政治操作 我們實在感到不解和遺憾 說陳同佳的案件 突然說 台灣是不可分離的一部份 是中國 為何會這樣 這是很明顯政治操弄 好了 潘媽媽一直說 這件案 政府是否完全沒有角色 是否不可以嘗試在香港審 鄧炳強一直說 這個球在台灣當局 香港政府是沒有角色 香港特區是沒有角色 陳同佳已經復原刑 是一個自由人 他不可以逼一個自由人去做任何事 更何況 殺人犯坐完監都可以過正常生活 很多人都駁斥了 潘媽媽也駁斥了 陳同佳 坐的監 不是因為殺人案坐監 而是因為洗黑錢 拿了潘曉穎的信用卡 提判家是拿錢 而判刑 他坐的監 最多是他完成懲罰 完成監禁 就是因為這件事 和他 殺人案完全無關 究竟 在 台灣 和香港兩地 曾經出現的刑事案件 是否 即使沒有逃犯的條例 引渡條例的存在 大家知道台港兩地是沒有引渡條例的存在 是否完全是不可以做一些事 令到無論在香港犯案也好 在台灣犯案 逃到台灣 逃回香港 是不是完全是沒有任何事可以做的呢 其實我都說過了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其實 曾經有 不少的案例 曾經出現過這樣的情況 就說這個所謂的司法互助 司法互助之前其實已經有類似的案件 是有移交逃犯的條例 說過不少一次 大家覺得很出名的 就叫做石棺案 其實就是 水泥藏屍案 是2016年 不是很遠的 距離2019年這個反西洋運動只有幾年時間 2016年 在 荃灣這個灰窯國街的工廠大廈 水泥藏屍案 四個涉案人 殺了人之後 藏屍之後逃回台灣 大家記得他逃回台灣 當時的報導是怎樣的呢 香港警方 在2016年3月底的時候 透過這個警方聯絡事務科 知會台灣警方 有幾個人 殺人犯逃了過來你那邊播 亦都透過這個 駐香港的 台灣駐香港的 經濟貿易文化 辦事處叫做經貿民辦 說 現在有幾個疑犯逃去台灣 台灣當局很快反應 警方就拘捕了 這幾個港人 然後 等 扣留了他們 等到他簽證到期之後 就用什麼 預期滯留為理由 將他遞屆出境 好了 遞屆出境怎麼做呢 警方就派人去台灣的桃園機場 在這個登基橋那裏 在這裏 截住這幾個人 全程 只有一個多小時 監視在飛機上 然後下機馬上拘捕他 審訊 這件案很轟動 大家知道 如果判了刑 有印象嗎 其實 不只是你 過去 看著這幾個人回來 不是 事前是很多溝通 一定要多溝通 很多文件往還 這個溝通 就不只是透過民間團體去做 不是經貿民辦可以做 是 台灣的官方 叫做什麼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局 其實是 幫忙 去做一些 互相溝通的工作 陳同鞍案 其實是有些類似的 台灣曾經向港府表示 想效法當年的案件去處理 就是說 你派得 警察過來 桃園機場 押這幾個犯人走 台灣當局 是否都可以 派人來 香港 特區的國際機場 去押陳同鞍回去呢 內政部警政署 曾經2019年的時候 在陳同鞍 坐洗黑錢的罪 獲釋 前一天 曾經 給 一封信給香港警務處 說可不可以派人來 香港押他回去呢 做法是一樣的 你找人來 去台灣 在桃園機場押 那幾個石棺案的 疑犯 殺人犯 回來香港 為什麼台灣不可以派 警察 去這個國際機場押陳同鞍回去呢 曾經寫過信 特區政府斷言拒絕 他說這是跨境執法 他等於不尊重香港的司法 是絕對不能夠接受的 台方提出這個司法協助的處理案件 只是借口而已 就是這樣 好了 陳同鞍是否像一般旅客 買了票 簽了證 登機上台 港府的說法就是這樣 他說陳同鞍在香港已經完成復營 是自由人 港府在法理上難有行動 可以透過警務合作 協助實際行程 安排 現在台灣就不讓陳同鞍去台灣 保安局 鄧炳強也是這樣說的 事件發生在台灣 所有證據在台灣找到 容許陳同鞍回去台灣就可以解決 我也分析不止一次 陳同鞍在香港 向香港的警方落口供的時候認罪 殺了潘曉榮 如果他回到台灣 自由行回去 回到台灣 推翻這個口供 怎麼辦 需要有賴特區政府的官員 拿著他的口供紙 正式吸印 不是給陳同鞍 自己帶上去 也不是給管好名 自己拿回去 我怎知道是真還是假 台灣多局會這樣問 是否應該透過香港的警方 拿這個口供紙 落了口供之後 吸印 簽了名 正式被台灣 派過來香港 或者你過去都可以 有些警方人員 拿著口供紙去證明 陳同鞍在香港 曾經落過這樣的口供 承認自己殺了人 如果你沒有官方的聯絡 根本就做不到 台灣 陳同鞍是殺人犯 要確保這個過程安全 不可以自由行的方式 回到台灣 是否設一個單一的窗口 跟陳同鞍 聯絡呢 陸委會就說陳同鞍是殺人 入境 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 誰在做政治操弄 你說台灣為何要堅持這件事 我分開兩方面去說 第一方面 就是實際的需要 我剛才說了很多 包括證據 包括是否有人過來 壓他過去 你怎能容許自由行 另一方面 台灣的確是想 用一個官方的名義 跟特區政府接觸 他有這樣的意圖 但是用官方的名義跟特區政府接觸 是沒有辦法不做的 你想想 他不做的話 那怎能確保 陳同鞍 回到台灣住手 真的可以將他成之於法呢 可能中間很多脫漏 出現很多漏洞的存在 而最後 他上班也好 或者證據不夠也好 沒有子女 判了他沒有罪 那怎麼辦 當然 任何個地方都是 未判刑 裁決之前他也是沒有罪 我們叫做無罪推定 但是也要很嚴謹處理每一個細節 尤其是證據那件事 例如拍到他 推著箱 離開酒店 不是就等於 拍到他殺人 他的口供也是很重要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不是就這樣 你說我 說你是政治操弄 我又說你 你又說我 互相吵架 就能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證據是要很嚴謹 才能處理到 一宗刑事的案件 所以究竟是誰在政治操弄 為何2016年做到 今天做不到 2016年 香港警方可以派到台灣押疑犯 為何到2019年 台灣警方不能派到香港押疑犯 又說會跨境執法 這些 全部都是特區政府 沒有辦法回應的問題 我還有幾分鐘時間 說香港人對於 潘媽媽的反應 在我的頻道留言的朋友 都有類似 雖然不是佔主流 一小部分香港人 都是這樣看過問題 就覺得潘媽媽不值得可憐 絕對不值得可憐 有些人就 他為何要信民建聯 這是第一 你信錯人就等於不值得可憐 他說他絕對不是受害者 因為他信民建聯 因為他信了民建聯 整個2019年的事件 社會動盪事件 反修理的事件 由潘媽媽 潘曉詠案引起 由潘媽媽信錯民建聯引起 所以 潘媽媽需要在這件事上負責 負責什麼 他又負責什麼 現在潘媽媽還可以 自由地發聲 你知道有多少人 在2019年被拘捕 現在坐牢 一句話都說不到 沒有辦法發聲 你覺得你是受害者 其他的受害者 怎樣 是不是你因為你的原因 而令到那麼多人坐牢 失去自由 我希望聽眾 這些回應 算我坦白 冷血無情 不要緊 水平極低 智商有問題 我懷疑他們是五毛 為何把2019年事件的責任 推到潘媽媽 推到潘媽媽 2019年事件 社會的動盪 那麼多人 受害 那麼多人受害 那麼多人抓去坐牢 罪魁禍首是誰 是另一個女人 是林鄭 不是潘媽媽 大家不要搞錯 為何會把 這個責任推到潘媽媽那裏 甚至推到 被殺的潘曉榮 你們是不是智商有問題 不好意思得罪這個講句 這些說話是會趕客的 這些客人要不要都白 如果我們聽眾的水平那麼低 真的會拉低了船條curve 老順有一句說話 曾經在大學時老順迷 突然想起這句說話 勇者憤怒 抽人向更弱者 有另一個說話就是抽刀 協者憤怒 卻抽人向更弱者 識字的朋友 不用怎麼解釋 這句說話很簡單 刀就是人 勇者憤怒如果你生氣 對於整個 社會 結構 那個結構的壓迫 國家機器的壓迫 當權的人的壓迫 你憤怒的話 你應該 矛頭指向他們 但是協者憤怒 你是一個耐弱的人 協的人 沒有能力的人 羅夫 你憤怒的時候 你就拿把刀 向更弱的人 刺過去 魯迅 不愧為 偉大的文豪 共產黨經常利用他 去做很多宣傳 魯迅是一個什麼人 我認為魯迅對中國 整個社會對中國民族的貢獻是什麼 就是他看透 中國 民族 那種 醜陋 中國民族性那種醜陋 那種不堪 而 說出來 大力 鞭撻和批判 中國民族就是這樣 他不敢向當權者 不敢向更強的人 去說不 去反抗 而是向更弱的人 一下子就踩進去 是你 最需要你連累我們 這是中國民族的最醜陋和最不堪的其中一個小部分 我小時候看過漫畫 有個漫畫家叫香山雅王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那些 小時候已經很喜歡看報紙 畫的漫畫是很喜歡的 每一個都漫畫了 我忘記哪份報紙星期六的時候就有不同的漫畫家在那裡說全版都是漫畫 現在就越來越少 只有尊子 王趙達 那樣的漫畫很深刻 就是一個職員被老闆罵 罵到狗 他就沒有聲出 回到家門後看到狗 一腳就抽到狗 讀老訊之前就看過這個漫畫 大過先讀老訊 那時候年輕人看過漫畫已經很深刻 人們為何會這樣 他又不敢罵老闆不敢反過老闆 去踢狗 現在我的感覺就是 看完老訊之後更有系統地 將這個中國人的 這個叫做醜陋與不堪 勇者憤怒 抽人向更強者 協者憤怒 卻抽人向更弱者 我不知道他批評潘媽媽那些人 甚至去踐踏潘媽媽那些人 就是老訊不下這些 協者 很多人說 我們香港人 香港人不是一樣有這樣的DNA 是不是 這些DNA這些遺傳基因是散不了的 你自己檢討一下 留言在我的 底下 頻道裡面的 這個channel底下的人 你自己檢討一下 你是否一個這樣的人 暫時經歷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我的心情有化的channel 多謝你抽太太 再見 早前呢 我在這裏向大家介紹這個 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呢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的話呢 有些片 只是美國人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呢 那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 電影或者電視劇集 又例如呢 如果你在網上 買一些貨品 又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呢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NOT 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 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的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NOT VPN 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 3.71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現在大小 六個設備 可以一起上網 幾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